夜前这只鸡体重不过三级 鸡零不过半年 卖家却高达五百块钱 吝啬的绵羊 来到人均近千的知名月菜厅 就是为了品一品 正是收获了时刻一众好评的招牌脆皮鸡 也叫炸子鸡 只不过一口就吃掉了二十块 实在是有点贵啊 想到自己曾不费摧毁之力 就复刻出了葫芦鸡 花角鸡 史上最棒炸鸡 油门鸡 江湿鸡 东安鸡 去去脆皮鸡 肯定轻而易举 完全没有问题 作为经典的传统粤菜 脆皮鸡的鸡 自然要首选皮滑肉细 又肥美无比的广东清远鸡 把它没什么肉的小鸡爪 剪掉剪掉 把它含有毒素的枪上囊 丢掉丢掉 再用我健硕的小臂 将小鸡高高领起 先高温领域 把鸡肤洗得干干净净 再低温盆域 把鸡肉浸得绷绷紧紧 哎呀呀 我好紧呀 原版的脆皮鸡 会搭配椒盐和柠檬汁食用 而鸡肉本身 没有过重的调味 只有淡淡的鲜香 或许这 就是广多人常说的 鸡油鸡煤 所以呢 我就只取了食盐 酥酥 均匀地涂卧在 空荡荡的鸡肚子里 相比起口味 这道菜更要凸显的是口感 鸡皮再像糖纸一样 又饱又脆 往后一碰就会碎 要做到如此极致的质感 简单 只要完成地立在床头的电风扇 对着鸡身猛吹 8万6400秒 当然 腌下也不能放过 鸡皮酥脆的秘密 除了要吹得干爽 还得用清水 白醋 红醋 花雕酒 以及美食博士家里的 最后一丁点麦芽糖 煮成温热的脆皮水 浇灌在干燥的鸡身 从脸到臀 反复滋润 哎呀呀 我好润呀 然后吊起来 持续风干三个小时 期间每隔一小时 就要再淋一遍脆皮水 反复淋上三遍后 继续风干三小时 有没有数学考满分的同学 来算一算 这个步骤 一共要花多少秒呢 根据原版餐厅的视频记录 下一步是让小鸡 啪 在锅里 以100度左右的低温热油 均匀浇灌15分钟 15 14 13 1 你这都黑了 怎么不去啊 愣进了进 淡定淡定 你们看 圆满鸡皮和我这个鸡肚子的颜色 几乎一模一样 红外泛着黄 油上闪着光 如此一来 只要在接下来的高温游林中 尽量避开掉着色完毕的鸡肚皮 应该可能也许也可以上色均匀 什么 哦 什么 哎呀 尿尿了 哎呀 尿尿了 哎呀 尿尿了 什么鬼啊 伴随着温婉的生生娘家 和安全的热油丝剑 我的第一只脆皮鸡总算是出了货 只是 为什么我这个皮它收缩了呢 鸡皮瘦住巴巴 鸡翅上色失败 鸡肉看似汁水横流 实则寡淡无味 完全没有问题 你们说这样的鸡 女友好多少钱去吃呢 自己炸的鸡含着泪 也要拉着小伙伴们一起炫进嘴里 8点 昨天的鸡肉母油鸡美 所以今天我准备了大量食盐 先给小鸡